观看的是新闻一价一 据统计的我国的老人当中的60%是在农村 也就是农村的老人的大约有1亿左右 这些人当中当然有生活非常的幸福富足的 但是也有的生活并不是特别理想的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个农村去看一看 吴婆婆四个儿子都在外打工 由于中风一只胳膊已经瘫痪 但每天还要为了四个孙子的生活 忙碌发愁 叶老汉村里人都叫她瞎眼老叔 每天的任务是照顾还在读小学的孙女 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 二儿媳每个月给她100元抚养费 但远远不够开销 吴婆婆83岁 两个儿子为她生了五个孙子 全部由她带搭 老二的孩子已经12岁 但一年只给200元钱 由于要读书 她又多要回100元 重阳节 社会工作者吴志平将他们的故事挂在了自己的博客上 叶村 这是厄西北地区 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 1400多人口 400多青壮年劳力 全部在外打工 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和留守儿童 人口平均年龄为53.4岁 我们到叶村去的时候 村的书记啊 就是互联主任也跟我们说 说我们村干部 现在你别看我们天天忙活得不得了 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天天在为这老人赚 在城市里面有工作的55岁50岁就可以退休 那么到了农村呢 这种状况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很多家庭里面的就是年轻人出去打工去了 他的儿子生子 儿子的生子都是老人在家里 要做饭洗衣服 要种菜 还要照料孩子上学 所以老人就说 他说我们现在老人比年轻人的活还重 被采访的吴婆婆曾对吴志平抱怨 养儿子只若了个名声 要是养四个姑娘会是这样吗 吃的最擦的是老人 穿的最破的是老人 住的最擦的也是老人 有的起新房的时候 盖新房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可以自己盖一个偏房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偏房是谁住的 他说这就是我们自己住啊 我说你为什么你能楼房里不进去住 你要住偏房呢 虽然楼房是给儿子媳妇他们住的 杨总刚才这个片子呢 虽然是一个村庄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缩影 以前我们到农村采访 也见到过很多老人的生活状况比这还要差 农村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 因为整个这种时代的这种变迁 很多年前的很多年前的时候 在长期的历史严格当中 由于经济的命脉 好 好